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密布的大小洞窟呈现出一副光凉 破旧 寂寞的景象 有一种说法说北区没有什么价值 破败洞窟中的白骨 残存的灶台与抗床 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因为它要生活 它要吃作 经书残卷 织物残片 这些文物的背后又会解读出怎样的秘密 它是反映出当时的失落贸易的一个见证 本期考古公开课为您邀请到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小刚 带领大家一起开启墨高窟发掘记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考古有故事 文明有温度 让我们分享古老的秘密 让我们踏上发现的征途 欢迎各位来到考古公开课 首先让我们欢迎向社会公开招募的六位学员 欢迎各位的到来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聊敦煌 说到敦煌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敦煌是思路上的明珠 大漠里的文化宝库 敦煌是古代建筑 雕塑 壁画 艺术的 集大成者 敦煌有藏经洞 有太多太多的秘密 但是今天我们要从考古学的试域去观察 会不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敦煌呢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墨高窟坐落在河西走廊最西端 敦煌市区25公里外的明沙山东路 南北全长约1700米 现存历代营建的洞窟共735个 各个朝代壁画和彩塑精美绝伦 对于很多人来说 墨高窟并不陌生 但是墨高窟北区却显为人知 它是敦煌石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南区石窟整合成一套完整的石窟艺术体系 墨高窟的考古发掘工作 不仅发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 填补了历史的空白 也让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一个全新的墨高窟 对墨高窟历史的研究 促进敦煌学的深入发展 具有重要价值 这样的敦煌 是不是和大家以往了解的敦煌有些不同呢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观察 敦煌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不同呢 那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出本期节目的嘉宾来自于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的所长 张小刚老师 掌声欢迎 张老师好 欢迎你 来 有请 我们今天讲到了说敦煌要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敦煌 敦煌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他就在那儿 去看 去研究就好了 所以先来跟我们讲一讲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敦煌有什么不一样呢 敦煌的考古工作呢 我们叫石窟式考古 石窟式考古呢 它和我们通常讲的这种田野考古 它有一定的区别 它是以石窟式为对象 那么石窟式它在那个地方 那么我们就是做两方面的工作 一个方面是这些现存的这些石窟式的遗迹和遗物 我们要对它进行研究 另外一个方面 在石窟式这个遗址里面 它也有一些被沙土掩埋的一些文物 那么我们也要对它进行一些清理和发掘 所以我们敦煌石窟的这个考古 它实际上是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我们可以这样简单地来理解吧 这是其他的学科可能研究的是敦煌有什么 那考古学要研究的就是敦煌是什么 所以在考古学家的努力之下 敦煌到底是什么样 他们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敦煌吗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张小刚老师 掌声送给他 谢谢 有请张老师 大家好 我介绍一下我们敦煌石窟考古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内容 大家都知道 敦煌它是一个石窟室的一个遗址 那么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和石窟室相关的一些田野工作 也就是我们的清理发掘工作 那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木高窟南区的窟前考古遗址工作 那我们都知道木高窟呢 在元代以后经过了几百年的这个荒废 那么洞窟到了清代末年到民国的时候 就已经是很多的一些地方都已经坍塌了 很多的崖体都已经非常危险 所以国家要对东黄进行一些保护工作 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崖体要进行加固 配合着木高窟的崖体加固工程 那么我们要做一些考古工作 我们在1963年到1966年期间呢 进行了考古清理和发掘 在清理发掘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了在木高窟的窟前 有22座窟前殿堂椅子 还有三个小窟 还有四个小坎 这是一些新的一些发现 以前不知道的 这一张照片呢 我们看这个是当时在向下清理发掘的时候 我们看到当时挖了一半 然后底下慢慢地露出来一些建筑机子的情况 这一边我们再看到 这个是已经把有一些虚土清理完毕以后 露出来窟前 原来我们看到有一些花砖 然后还有一些墙 这就说明当时木高窟窟前 可能是有些建筑的 这个殿堂椅子我们发现了22座 这些殿堂椅子呢 它的结构上面 我们看整个的 它和洞窟是一个组合 前面是一个殿堂 后面是一个洞窟 然后殿堂上面有一些木构建筑 形成一个前殿后窟的一种结构特点 前面这个大殿也分成两种形式 通过发掘 一种是直接的土石做的一个基础 我们叫土石基的结构 这种结构相对来说发现了这个20多座电堂椅子里面属于偏少的 大量的都是这种在台积的周围有一个包砖 然后在它的台积的正面有些台阶 这个我们看到是木高窟第61窟的窟前电堂椅子了 这边呢是木高窟的第53窟的窟前电堂椅子 那么我们这张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 它和61窟一样也是一个有包砖的窟前电堂椅子 而且是保存的比较好的 我们也看到在它的前面也有台阶 它的这个椅子平面呢比较完整 我们的建筑学家根据这些柱孔 还有周围的一些栏杆孔的这个结构 后来做了这个复原 最后我们了解到木高窟第53窟 它有可能是一个面阔三间 然后近身两间半 斜三顶库岩的一个殿堂的建筑 除了63年66年的这一次发掘以外呢 我们后来在1999年的时候 我们又进行了第二次的窟前考古发掘工作 这一次考古发掘工作呢 主要是针对木高窟的第96窟 那么第96窟呢 大家光看这个数字可能没有什么印象 但是如果我再介绍一下 我说木高窟的九层楼 大家可能都知道 因为木高窟的九层楼 是现在东华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了 虽然它名气很大 也很宏伟了 但是呢 它实际上它的年代并不是很早 它就是一个民国式的一个建筑 那么这个九层楼里面 就是一个初唐时期里面的一个大象 这个大象在木高窟称为北大象 高35.5米 大概在五十天时期 695年修建的这个大象 那么当时修建的大象的时候 在文献里面 我们有一个木高窟记 明确记载是由谁来开凿的 它有多高 但是没有讲外面有没有枯岩建筑 后来在晚唐的时候 东华归一经节度使张怀生的时候 然后他说 原来这个初唐的这个北大象外面 是一个四层的一个楼阁建筑 那么对它进行重修 把它修成五层了 这五层楼呢 可能就一直延续到 大概在清代晚期 那么在清代晚期的时候 在1898年的时候 东华的一个商人叫戴凤玉的 对他进行了重修 换了一些柱子 但是呢 因为他用的材料 比较的 就不是很好了 经过了十多年的时候 然后就可能 就有倒塌的这个危险 这边是1908年的时候 法国人薄熙和到东华的时候 拍摄的这个照片 这个应该是在戴凤玉 又重修了以后 莫高窟北大象外面的这个五层楼 我们看到它的柱子 的确是比较的纤细了 那么后来1908年以后呢 王阳路发现重修 就把这个外面的这个五层楼拆掉了 拆掉了之后 他又因为经费不够 所以呢 外面的这个楼阁建筑呢 一直没有修成 我们看到这张照片 是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 到东华的时候 他拍摄的莫高窟的北大象 这个时候北大象就完全暴露在室外 到1927年 1928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 东华的一批商人 包括东华莫高窟的 上市中市的这些住持 大家一起来进行重修 所以到1935年的时候 经过了七八年的时间 终于又修成了 覆盖北大象的这一个窟园建筑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 非常宏伟的九层的 莫高窟的九层楼 这个九层楼呢 我们看到它下面的八层 都是由六个柱子构成了 五个开间的一个建筑 它的窟园呢 我们看到它有上条的 然后每个窟园上面有风夺 我们也叫铁马了 就是风一吹的时候 声音是非常的清脆 它的最上层 是一个船间顶的一个建筑 所以这个整个的建筑 看起来是非常宏伟 我们再回到99年的 这一次窟前的这个 九层楼的这个考古发掘 莫高窟要做一些基础的 一些设施 所以我们在挖电缆线的时候 当时我们把九层楼的前面 进行挖开 挖开之后 发现了三块大石头 我们看到这边有三块大石头 这三块大石头 就是唐代的住处了 然后住处的 还有一些地方有花砖 这个时候 我们的考古工作者 就赶紧上去 对它进行一个清理和发掘 清理发掘之后 我们发现 莫高窟的九层楼前面 是有古代的殿堂遗址的 我们清理出来两个殿堂遗址 一个殿堂遗址是唐代在下层 然后更靠地面的是一个 西夏时期的殿堂遗址 这两张平面图 我跟大家说一下 后部是整个北大象所在的96窟 我们看到那两个突出来的 那一个像鞋子一样的 那是大佛的两只脚 大佛的后面有一个隧道 在北大象 这两个脚之中间 有两个名窗 就是东皇的这些信徒 可以从他的左边 然后绕着那个通道 然后绕佛一圈 这个在东皇民俗里面 叫做庄观 是一个起伏的一个活动 我们挖到唐代地面的时候 我们看见这个平面 我们现在看这个平面 这个是唐代的 库前殿堂遗址的一个平面 那么在这个 库内的一个大佛的旁边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一些 圆孔一样的 这个是当时修建大佛的时候 搭脚手架 留下的架穴的痕迹 在唐代地面 我们看到那几个 发亮的这个亮点 就是架穴 然后在他的这个前屎的地方 我们看到他原来 也有一些住处 他的台积旁边 是有石块 然后垒气的 唐代之后 到了西夏的时候 他和唐代殿堂遗址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在他的地面上面 我们看到有很多 这样方块块的 这些方块块呢 是原来在西夏时期 地面上铺的 莲花纹的这个花砖 除了枯前的 发掘出来的 这些殿堂遗址以外 在崖面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的一些方形的 或者圆形的孔洞 方形的可能就是两孔 那么圆形的 就是船子孔了 说明当时的崖面上面 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木构建筑的 那么我们墨高窟呢 现存的 有没有唐宋时期的一些 木构建筑呢 现在保存的不多 但是也有少量的 这个我们看到是 墨高窟196窟 留存的墨高窟 唯一的一座 晚唐时期的 木构建筑 墨高窟现存 只有这一座 晚唐时期的木构建筑 除了这个晚唐时期的 这个建筑 木构建筑以外 东华墨高窟现存 还有四座 宋代的木构窟盐 从远处我们一直看 那个是墨高窟的 427窟 431窟 437窟 444窟 这是墨高窟 现存的 四座宋代的窟盐 我们再来看 这个是法国人薄熙和 探险队 然后他专门带着一个摄影师 叫做鲁埃特 他拍摄的墨高窟 当时的一个 崖面的一个情况 这张崖面上面 我们看这个上面 就是一个 427窟的宋代的窟盐 在它的这个窟盐前面 我们看到 还有一个栈道 还有栏杆 也就是说 当时的崖面 应该是 有很多的一些木构建筑 然后包括 在木构建筑之间 有这些栈道来相连的 当然这些 基本上都已经 今天都已经不存在了 除了我们通过考古发掘 然后发掘出来的 这个殿堂遗址 以及我们崖面上面 看到的这些 考古的这些 遗迹现象以外 那么在东黄 长径录的文献里面 也对木构窟的 当时的外貌 有一些 记载的一些文献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是 大唐隆熙理事 木构窟修功的记 这个里面 它就明确有记载 说木构窟 早为宁堪 上下云志 构以飞阁 南北侠连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木构窟 开造了很多的 这些洞窟 然后这些洞窟 外面都有一些 楼阁建筑 互相之间 也有一些 栈道栏杆 把它连起来 这个是东黄路 这也是 唐经路出持的 另外一件文书里面 其中里面有一段 它是这么说的 它说 这个木构窟 每窟 洞集 废税 百万 也就是 它的这个 开造一个洞窟 也要开销很大了 然后 前设 楼阁 树层 有楼阁 树层 有大象 唐殿 那么我们刚才讲到 96窟 这样子都是大象了 象长 160尺 我们今天来统计 木构窟的 第一大象 就是96窟 的这个大象 是高 35.5米 我们在对它 发掘之前 我们统计的是 34.5米 那么我们对它 进行了发掘之后 然后挖到唐代地面之后 我们又把它 整个大幅 在唐代的高度 我们把它重新 做了统计 就是35.5米 那么小窟无数 稀有虚栏 通年 就是大窟 小窟之间 都有栏杆 都有栈道 把它连接起来 这个是 东皇文献里面 记载的 木构窟的 一个基本的情况 那么我们现在 回过头来 我们再看一下 通过 1963年到1966年的 窟前考古遗址 考古发掘 到1999年 墨高窟96窟的 窟前遗址 考古发掘 以及我们看到的 墨高窟的 崖面上面 留下的一些 建筑的一些遗迹 以及长津洞的 相关的一些 关于 古代的时候 墨高窟的一些 文献的一些记载 我们就能够了解到 在古代的时候 墨高窟的一个 当时的一个全貌 它并不是我们 今天我们看到的 墨面上面 就是一些光秃秃的 一些洞窟 非常密集的 这些洞窟 在古代的时候 应该是 当时在窟前 应该有很多的 一些木构建筑 还有一些 很多的一些殿堂 互相之间 也有连通的 栈道呀 栏杆这些 一幅非常 宏伟壮观的 一个景象 通过这些 发掘的 考古的一些材料 以及我们印证 长期中处置 这些文献 我们可以想象 当时古代 墨高窟的 一个全貌 那么讲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张老师 张老师 让大家这段 讲述 非常的精彩 我们也感受到了 在考古工作者 不断地努力之下 墨高窟呈现出来了 和我们今天所看到 完全不同的景象 敦煌墨高窟的壁画里 会不会有 类似这样的线索 能够让我们看到 当年的墨高窟的景象呢 敦煌壁画里面 有大量描述一些 风景的一些 壁画的一些图像 然后我们在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当时的一些河流 山川的这些情况 这些风景 可能和我们墨高窟的 当时的一些外景 也有一定相似之处 那么您刚才问到 有没有和墨高窟 更相近的一些图画呢 在敦煌壁画里面 我们是难以找到 因为敦煌壁画 它主要是根据 佛经的一些故事 然后来描述的一些场景 那么在 敦煌长青路 出土了有一幅 唯一的一幅纸画 然后在这一幅纸画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一个山谷里面 中间有一条河 河岸的一侧 有一个院子 院子里面还有 深房 有佛塔 那么院子外面 大概有七八座佛塔 河谷的两岸 我们也看到 非常陡峭的岩石 那么这一幅图画呢 根据我们的学者们考证 这个可能就是墨高窟的上游 大概不到三公里 这个地方呢 我们今天叫做 层层湾 今天还在吗 今天还在 我们看到这张照片 是层层湾的一个照片 最远处那是三维山 然后在这个一个河谷 这是大泉河 大泉河的旁边 有一座方城 然后旁边还有好几座佛塔 这个景象和我们看到的 像一路出土的这个纸画 这幅画面的景象 是极其相似的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卷子里面描述的景象 和这个真实的景象 还是非常接近的 但只不过现在这个塔 可能只留下这个 夯土的塔心了 对 今天现场的学员 我看大家听得很认真 大家有没有问题 想跟老师交流 张老师您好 敦煌远离城市 然后又地处沙漠 那咱们崖面上面 大量的木构建筑 所用的材料 比如说木头 烧制的砖瓦 是从哪里来的呢 敦煌木构窟的 这一些基本的材料 我们现在认为 还是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 所以当年的 气候环境 植被环境 跟今天的不一样 它还是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我们树像里面 我们会用到很多的一些树木 作为它的一些躯杆 这些胎 还有一些树像里面的 比如说我们用的 有一些芦苇 极极草 这些都是东黄本地的 一些植物 那么您刚才提到的 这种枯原建筑里面 这种树木的这些 经过分析 也大量的应该是 东黄本地附近的一些树木 比如说鱼术 桑术 这些是在东黄文献里面 也是有记载的 这因地制宜 对 很多朋友说到这个洞窟 可能会有个感受 就是崖壁上掏一个洞进去 在里边塑像 壁画等等 其实在墨高窟 它的洞窟的形质是非常多的 我们通过图来看一看 我不知道今天来的学员 对这个洞窟 会不会有些研究或者了解 谁能告诉我 这些洞窟的形质都叫什么 左上角的应该是一个大佛像 可能就是老师讲到的96窟 应该是佛像窟 在右边的应该是腹斗式的 然后在右边和那个下面中间那个 我感觉好像都应该是中心塔柱式的 右下角的应该是一个 是不是叫殿堂式的 或者是佛堂式的这样的一个窟 谢谢 谢谢 我们请张老师跟我们简单的解答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左上角的这一个 这位同学讲得很对 这个它里面有一个大象 然后我们把它这种窟形 一般叫做大象窟 在东华像这种树的 几十米高的米勒大象 还有表现斯坚摩尼裂盘的裂盘大象 这些特殊形式的这种洞窟 我们把它叫做大象窟 中间的上面的这一个 这是墨高窟第285窟 西位的 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副斗顶 就是过去古代称梁 梁式的一个梁具 然后把它倒过来 我们叫副斗顶 那么这个洞窟的平面是一个方形 在它的两个侧壁 我们看有小窟 这个小窟呢 我们现在认为它是残窟 那么整个的这个洞窟 我们把它叫做多屎残窟 具有一定的一个 大家集体在里面做残的一个功能 右上角的这一个 我们把它叫做中心塔柱窟 也叫塔庙窟了 在它的后部中间有一个从地面 连接到窟顶的一个方形的一个柱子 那么围绕着这个柱子 四面开窟照相 这个柱子有一个塔的一个象征 那么就是说大家落塔观下 那么这种窟形呢 主要流行于墨高窟的北朝时期了 下面的这一个也是一个副斗顶 但是呢 我们把它称作是佛殿窟 就是在它的一个壁面上面开窟照相 中间呢 这个能进去这个活动的这个空间呢 它没有阻碍 就像一个佛殿一样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佛殿窟 最后这个中间下面的这一张呢 它实际上也是一种佛殿窟 但是呢 它和一般的佛殿窟还不完全一样 它在它的中间 我们看它有一个台子 这个台子有可能是方形的台子 或者圆形的台子 这个是一个马蹄形的台子 在这个台子上面 我们看它 它把树像搬到这个台子上面放置 既不是在中心柱 也不是在壁面上面 在它的背后 还有一个背屏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中心佛殿背屏窟 所以张老师 不同的窟的形质 其实它也是跟时代性 有直接的关系 不同时期的洞窟形质 它和时代的发展 是有关系 也和这个洞窟的功能 也是有关系 今天我们是请到张老师 带领着我们从考古学的视角 去研究观察墨高窟 那其实从这个视角看进去 墨高窟就好像为我们 重新打开了一扇窗 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我们继续把时间和舞台 留给张老师 掌声有请 有请 其实墨高窟吧 它的崖面是 今天我们来统计的时候 是1700米 其中1000米是在靠南的一边 我们叫做南区 700米是靠北的一边 我们叫做北区 我们今天去墨高窟参观的时候 绝大部分都是去参观南区 南区我们知道 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精美的洞窟 有壁画和树像 那么北区呢 大量都是空洞窟 里面也没有壁画 也没有树像 它的艺术性很差 过去的时候 有一种说法说 北区没有什么价值 所以长期以来 就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那么但是北区呢 它的洞窟也不少 有200多个洞窟 不从艺术的角度来说 从考古的角度来说 这么大体量的这些洞窟 它当然是有很大的 一个考古价值了 所以彭金章老师 从1988年开始 他主持了 墨高窟北区的 考古发掘工作 清理发掘工作 一直持续到1995年 然后我们首先是 对北区的这些 原来大家不重视的这些洞窟 它到底有多少个 我们现在经过 重新的统计和编号 我们知道北区 现在明确 除了以前编号的 有并化和树像的 那五个洞窟以外 又重新编了243个 通过考古发掘 然后我们把它的 北区的石窟的 它的年代 性质 它的功能 它的作用 也做了一个 系统的一个研究 北区更多的是一个 从次一些禅修 还有一些供 深重居住生活的 一些一个场所 通过发掘 我们看到 北区的不同形式的洞窟 有一些洞窟是坐禅的 就是用来修行的 因为大家都去南区去礼佛 那个地方相对来说 是嘈杂一些 那么北区相对安静 所以北区 大家有一些生人 他要坐禅 他可能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北区到这边来进行修行 所以我们在北区发现了 有坐禅的禅窟 这个禅窟里面 也包括单室残窟 什么叫单室残窟呢 就是一个小房间 然后这个房间也非常小 大概只能容纳一个人 在里面坐着 有时候站都站不起来 还有一些是多室残窟 就是刚才我们在南区的时候 我们也讲到了 像285窟这样 它在侧壁上面 有四个这种小残窟 那么这个是 莫高窟北区的多室残窟 平时修行的时候 比如说一组生人在里面 进行坐禅 还有一个公共活动的一个空间 我们看到这个残窟是 在它的两个侧壁 各有两个小残窟 在它的一个正壁 也开有一个残窟 那个残窟相对来说大一些 相对地位高的 然后它就在那个房子里面待着 除了坐禅的以外呢 还有一些生活洞窟 那么生活洞窟呢 大量的是生房窟了 所谓生房窟就是 供生众他们居住生活的 这些洞窟 所以我们在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在它的一个壁面上面 可以看到有一些抗床 然后有的地方 因为它要生活 它要吃住 那么它会有一些灶 然后这个灶 它要走烟 那么就有烟道 那么墙上面 它们有时候开一个小咖 然后存放一些杂物 所以这个生房窟里面 大概就有这样的一些设施 那么像这种生房窟 它也不仅仅是这一种形式了 这些洞窟形式 它有可能是几个洞窟 组合在一起 然后有前后室结构的 也有一排并列的两个三个 这么样组合在一起的 我们判断它是生房窟的一个依据 就是它里面有一些生活设施 还有一种类 我们就是说 那么把这个生活和坐禅 有没有可能把它结合在一起呢 这也是一种组合的洞窟了 第四种 我们看到这个洞窟比较特殊 它在地面上面用土坯 砌出了这个阁槽 然后在地面上面 我们看到它还有一个壁龛 这种形式的洞窟 在北区发现的也不是很多 但是我们现在认为 它可能是专门地用来 储存东西的一个洞窟 我们把它叫做领窟 也叫仓库窟了 在这个洞窟里面 我们发现有一些 当时能生活的一些日用品 比如说我们看到 在这个洞窟里面 我们发现有当时的一些木箱子 这个箱子还非常漂亮 它的四面画出了花卉的图案 这个箱子当然也是用来储物的了 在这些领窟里面 就是仓库窟里面 还发现有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金帆这些 这种就在木告库北区 也是大量存在的了 我们看到这个洞窟里面 在它的一个角上面 有一些人骨 放得非常的杂乱 北区发现了 有一批埋葬用的一些洞窟 我们叫做翼窟 翼就是埋的意思了 就是埋人的 北区的这些翼窟里面 它非常的有特点的 我们看有的洞窟里面 它是比如说有一个人 也有两个人的 还有几个人合葬的 我们怎么判断它是翼窟呢 一个方面是里面 它有大量的这个尸骨或者骨灰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里面有大量的随葬品 我们有一些洞窟里面 我们有出土的一些 跟墓葬里面相同的 随葬的一些墓涌 这个是翼窟里面出的 这一看就是唐代的 一个非常丰满的一个 妇女的一个形象 旁边的这一个 也是这个洞窟出的 这个是一个彩绘的拱手的 狐能勇 为什么把它叫做狐能勇呢 你们看它的这个面目上面 它的鼻子应该是深目高鼻的 然后头上戴了一个帽子 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帽子 应该是四头柱柱上 狐能的这个形象了 北区出土的大量的这些文物 基本上好多都是在翼窟里面出的 那么大家就奇怪了 就是说这些翼窟 它埋的这些人 是不是全部都是木高窟的生能 通过我们的有一些 能骨的这些分析 它里面应该是既有生能 也有熟能的 因为有一些合葬的时候 经过鉴定 它有比如说一个男性 50岁左右的男性 然后还有一个稍微年轻一点的女性 那么这个和我们通常在其他墓葬里面 看到的这些合葬墓的这种形式 它是有关的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藏在 木高窟的北区呢 除了一部分生能以外 还有一部分这些俗人 既然在木高窟埋葬 那么它应该还是一些 虔诚的一些佛教信徒 除了这些洞窟以外 那么我们讲到北区大量的 是没有壁画和树像的洞窟 有壁画和树像的 原来我们做过编号的 是只有五个 那么这一次经过发掘的时候 后来我们在北区的洞窟里面 进行全面清理的时候 发现除了那五个以外 还是有一些有壁画和树像的 数量不多 我们发现了有两个 其中这个是北区编号 第77库的一个洞窟 在这个洞窟我们看到 它有一个佛台 佛台子上面原来有一个佛座 当然已经这个中间的 这个祖尊树像已经毁掉了 旁边应该是有两个鞋式的 踩在莲花座上面 然后指向下面的这个腿的下部 但是原来应该是非常精美的这个树像 正对着我们的这个壁面上面 原来应该是有一个佛后面的一个背瓶 这个背瓶呢 今天我们看不到了 但是在俄罗斯东宫 我们今天还能够找到 1914年俄国人俄登堡到东华来的时候 他到了莫高谷北区 把这个洞窟的这个背瓶就割走了 所以我们今天在俄罗斯的东宫 能够看到这个背瓶 如果我们通过数字化的一个复原 我们就可以把它复原到这个洞窟的这个壁面上面 当然后来在清理北区的时候 这个背瓶上面还掉下了一些离树的一些构建 这些构建也是可以和东宫的那个背瓶上面的一些构建 能够拼合起来的 我们知道通过我们的北区的全面科学的发掘 整个的对莫高谷北区 包括对莫高谷有了一个重新的一个认识 北区并不是我们过去说的 没有任何价值的一些空洞窟 所以我们经过对北区的一个考古经历发掘 我们对整个北区的它的功能和意义 有一个重新的一个认识 从而对整个莫高谷的一个整体 有一个新的一个认识 那么南区和北区加起来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功能齐全的东华莫高谷 那么这一部分呢 我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辛苦了 辛苦了 刚才我在认真地听您的讲述 其实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受 更多的时候我们的考古工作是触摸历史 但是敦煌的考古工作者 他们可以实实在在地走进历史当中 甚至可以感受到 在洞窟里修行的僧人的呼吸 甚至可以触摸千年前他们触摸过的洞壁 甚至当你们回首的时候从洞窟看过去 回首千年 也许和当年坐在这里修行的那个人 或者和开凿洞窟的工匠看到的是一幕一样的场景 我想这一刻的幸福感 只有考古工作者才能体会得到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张老师 谢谢 辛苦了 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之下 我们带来的新的发现 和对于敦煌莫高谷有了全新的认知 来看看我们的学员有什么样的问题 和老师来交流 张老师你好 沙里掩体松软 那么莫高窟有没有当时还没有开凿完 就坍塌的洞窟呢 这么一个将近两公里的这个崖面上面 并不是说每个地方 每个位置都适合开凿 所以有时候也有工匠 它开到一半的时候 觉得这个地方开不下去 所以在莫高窟北区 我们可以看到 它开了一半的洞窟 后来下面没有再继续往下挖 因为它开到洞窟的时候 打这个窟形的时候 它是从上往下 然后挖的 还有一些是 因为可能由于历史的原因 早期的一些洞窟 当时的那个崖面 它可能不是很稳固 那么后期可能由于地震等等原因 然后它又塌毁了 那么塌毁了以后呢 后代的时候又在这个崖面上面 塌毁的这个崖面上 再重新修建一些洞窟 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崖面上面 它是有一些内凹的 所以这些插进去的一些地方 它有可能是 前代的洞窟塌毁了之后 然后又在这个地方开凿的 但是没有发现大面积的吧 大面积的没有 这就其实说明 当时的工匠开凿的时候 对于这个掩体 还是有充分的了解的 对 所以才能够为我们今天 留下这么多的洞窟 那除了壁画石窟 雕塑或者空间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 让我们觉得很神奇的发现 而这些发现的背后 又能带给我们 怎样去对于墨高窟 有全新的认知 我想这方面 我们继续把时间和舞台 留给张老师 来 掌声送给张老师 有请 我们考古发掘和清理 得出来的这些成果呢 其中一部分 我们说是一些遗迹 那么我们讲的 枯前殿堂遗址 不同类型的洞窟 这个我们都可以说 它是一种遗迹了 那么还有一部分 就是遗物 那么遗物 简单来说 就是出处的东西 我们的历次考古工作呢 其实都出处了 有大量珍贵的一些文物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 在1965年的时候 在墨高窟的 第125窟到126窟 窟前 发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物 那么这个文物呢 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图画 它是一件刺绣 找到它的时候 发现了有两片 上面一片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说法图 然后我们在它的一个上部 中间的一个位置 我们看到有一个 应该是一个佛陀的一个腿部 然后它坐在一个莲花座上面 旁边的顺下一个 邪式菩萨的一个下部 也是在一个莲花座上面 佛的正下方 应该是它中间的一个发现文 相对在发现文的旁边 有一行供养人物 这个供养人物 我们现在看得比较清楚的 在左边的这些 是前面是一个僧能 这个僧能呢 它有提名 它写的是师法治 那么就是说 它是叫法治的一个和尚 那么后部呢 我们看到这几身人物 我们把它叫做供养人 这个是四身女供养人 前面是写的是一个广阳王母 第二身是功德祖的妻子 然后后面是功德祖的两个女儿 在它的发现文的右边 我们看到有几身人物 穿着这个靴子一样的 这边是男供养人 这个发现文 它提到了有一些 关键的一些信息 这个关键信息说 广阳王会安 然后又提到了11年 那么这个11年 根据学者们考证 北魏的这个纪年里面 唯一一个有11年的 就是太和11年 所以这个应该是 公元487年的一个 当时的一个刺秀 我们知道广阳王 既然是称王 肯定是北魏皇室的人物了 查阅文献的时候 我们发现广阳王是有记载的 但是没有叫一个 慧安的一个人物 那么他的妻子 我们看到他叫做 写的是个普贤 也是一个非常 非常佛教的一个名称 所以我们现在推测 广阳王慧安 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法号 就是佛教里面的一个名称 那么这个人呢 根据查队文献 他有可能是 北魏的皇室的 广阳王语言家 在他的下部呢 我们看到有一条 非常精美的一些装饰图案 那么这个装饰图案里面 里面有一些冷冻的一些文样 这个冷冻文是早期 北朝食物里面 非常流行的一个文饰了 然后还有一些 我们看到 像一个个 连着珠子一样的 这些文饰 这个我们叫连珠文 这个连珠文呢 它是一个 中性文化交流的一个产物 现在一般认为 可能是来自于 撒探波斯的 一种文饰 这一个 我们把它叫做 过索 这件文书 也是在 孟高枯前 殿堂遗址出土的 和这一个 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刺绣铲片 基本上是同时出在一个位置 这个大概是在盛唐时期 天堡七载的时候的一个过索 什么是过索呢 大概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通行证 因为过去的时候 对于出行是有严格的管理的 去到一个地方 比如说不同的一个县 不同的州 然后它都是要有通行的凭证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是从东黄郡 然后一直向东走 去到靖长郡 中间的 经过的一些 驻军的一个场所 所以我们看到 这地方写到 六月二日 东庭首桌 见而看过 后面有这个玄泉首桌 然后看过等等这些 首桌嘛 是唐代的一个 军事一个设置 大致相当于 一个驻军的一个地方 这个出行的人 他经过从东黄出来的时候 往东走的时候 他经过了这些 驻军的一些地方 每个地方都要有当地的 比如说建儿 建儿就是那个士兵 然后来负责签字 同意他经过 整个的这个过手 反映得出当时的 一个出行制度的 一个重要的文书了 这边的这一个是 我们叫做张军义勋告 这个是锦云二年的 他原来出自 木高窟的北区 我们为什么把它叫做勋告 就是说张军义这个人 他实际上 他是一个东华人 就是西域发生了一些战争 那么张军义就去参加 评判的一些工作 他在作战的过程中 非常的勇敢 所以也立了 有一等功 二等功 那么这个勋告 实际上他是一个 由官府对他的立功的 一个最终的一个认定 就是证明他 立了这么一些功 然后对他进行一些奖励 的一个证明书了 这个当然同时和这个张军义 受勋的这个凭证的 还有263个人 他也把它全部都抄在这个里面 这个文书呢 后来为什么会出现在 孟高窟北区呢 1941年出土的时候 除了这件勋告 还有两件功宴 还有这个张军义的一个 城马的一个义书以外 然后还有一个被削去 头盖骨的一个头骨 还有一只左手的手腕 还有右手的一个手指 然后大家现在学书界就认为 张军义虽然作战很勇猛 但是最终在受勋以后呢 然后他继续作战 后来牺牲以后 然后他的家人把当时官府 给他的一些证明材料 重新抄了一遍 抄了一遍呢 把这些连同他的 留下来的这些尸骨 一起埋藏在孟高窟的北区 这边我们看到 有非常漂亮的一些 一些小碗小碟子 那么这些基本上是 孟高窟出土的一些调色碗 这边中间的这个蓝颜色的 这个就是青金石了 非常漂亮的这个青金石 也是古代非常贵重的一个颜料 我们通过这些颜料碗 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的这些工匠们 他们怎么样在 木高窟里面绘制壁画 除了这些 它绘制壁画的一些工具 另外它还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工具 比如说我们看到 它要做树像 做树像的 除了这个用手捏以外 它有一些地方的一些构建 也是可以通过模具来制作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这一个 它是一个莲花的一个模具 那么我们在制作 比如说佛座啊 这些地方的时候 可以拼上来 对它进行处理的时候 那么这个地方就可以制作出 莲花座的这个模具 那么这个是一个陶灯 木高窟出土了大量的陶灯啊 陶灯的形状也有很多样子 然后有这种树腰的 然后也有葫芦形的这种陶灯 各种陶灯 有的陶灯上面就沾满了这个油垢了 我们通过这些陶灯 我们就能够想象当时的工匠们 在这些洞窟里面点着油灯 然后在树像或者绘制壁画 然后也有一些 比如说礼拜的信徒 他们到洞窟里面 因为古代的照明的话 它也是要通过这些油灯 然后进入洞窟里面来观察洞窟的 所以这个陶灯油灯 也是在木高窟建造过程当中 以及在使用过程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 那么除了一些工具以外呢 还有大量的这个各种文书 那么除了汉文文书以外 我们还可以看到 大量的非汉文的一些文书 比如说我们这边看到 有西夏文的文书 回虎文的文书 古藏文的佛金 蒙文的一个文书 因为东黄地区 它一直自古就是一个 多民族居住的一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有各个民族留下来的一些文物 那我们再看这一件文书 这一件文书 大概是在西夏时期的 那么这个是木高窟北区出土的 我们叫翻汉和石掌中株 这是一个西夏文和汉文的 双语的字典 找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地方 左上角这个地方写的是曼金 它的旁边就是西夏文的文字 写成曼金 曼金的旁边 左边的这个地方 这个是西夏字的 西夏人 按照他西夏语的发音之后 读出来 就是汉语的发音的曼金 那么在这边 这个罗赤 那么这个呢 是用汉字写的 西夏文的发音 说汉语的人 说罗赤 那么西夏人 他就能听懂 说的应该就是 他们我们讲的 这个曼金的这个东西 所以它是一个互相对照的一个 相当于一个字典 它是在公元1190年 由一个西夏人 叫古勒茂财的人 他编的 那么这个字典呢 篇幅也不是很大 总共它是分成天地人三部 然后每一部里面 又分成上中下三篇 总共加起来篇幅 应该有37页左右 在今天的俄西纳旗 有个叫黑水城的一个椅子里面 然后曾经出土的一个碗本 这个后来就被带到 这个俄罗斯 现在在国内 然后唯一的 就这一页两面 那么是在墨高湖的北区出土的 当然这个文书 我们就知道 它对于整个的研究 西夏文的识读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是一个明显的 一个汉人和西夏人 然后互相之间 一个交流的 一个工具书 因为西夏文字 后来一度变成史文字 是失传以后 很难去识读 那么通过这些工具书 后来对于 整个的重新解读 西夏文 也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这个呢 是北区出土的 回虎文木活字 在墨高湖北区 出土的48枚 我们看它有 有的大有的小 因为它有的 刻出来 这个回虎文字字 这个字母 它不一样 它是要用木活字 来排版的 因为我们知道 木活字 是北宋时期 毕生发明的 回虎文的木活字 包括后来 我们在北区出土的 西夏文的 活字印刷的 这些佛经也好 那么它说明了 当时北宋 发明了这个 木活字以后 很快地就传到 中国的一些边疆地区 包括西夏呀 这些回虎 他们为了印制 佛经等等需要 然后也大量地 开始使用 这个木活字的 这个印刷的 一个技法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一张是 北区出土的 叙利亚文的 赞美诗的 一个盘片 在墨高窟 出土了 有两页 大概是在 元代的时候 的洞窟里面 出土的 它和我们 在墨高窟 北区的 其他的一些洞窟里面 发现的这个 关于 井教的一些文物 它是可以 互相印证的 那么我们在 北区的 另一个洞窟里面 也发现有 这个井教的 这个铜十字架 中间是一个 十字架 然后周围 一个圆圈上面 都是一个 鸟头一样的 一个形状 大概年代 在宋代 是一个 当时的 一个益窟里面 出土的 这个 我们看到 这个是一个 波式银币了 然后它周围 有一圈连珠纹 在中间 应该是一个 国王的一个头像 这个钱币 它的制作年代 应该是 公元五世纪后期 这个银币 制作好之后 它一直在 在流通和使用 尤其是在 西域地区 像波式银币这些 它可能是一个 中西贸易的 一个通用的 一个货币 所以在 莫高窟北区 出土的 这个波式银币 它也说明了 莫高窟 它处在一个 思路贸易上的 一个重要的 一个节点 它是反映出 当时的 思路贸易的 一个见证 关于莫高窟 出土的文物 这一部分的内容 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张 辛苦了 辛苦了 刚才这个讲述当中 给我们展示了 很多的珍宝 我们来看看 现场的学员们 有什么问题 要和老师交流的 张老师您好 我有一个天马星空 和大胆的想象 王源路曾经发现了 这个藏经洞 竟然打开了 一个新的世界 那么在敦煌 会不会隐藏的 一个新的藏经洞 等待着我们历史学家 和考古学人去发掘呢 从藏经洞发现 到现在一百多年了 然后尤其是我们 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 以后 对莫高窟也进行了一些 系统的 全面的一些调查工作 如果说发现一些 大样的一些 像藏经洞这样的一些 大的一些发现的话 可能目前来说调查 我们还没有 有明确的一些线索 未来有没有一些 新的可能性呢 比如说我们采取一些 更新的科技手段 来介入到考古的 这个勘探当中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曾经也做过 这样的一些科技手段 然后对可能一些 洞窟里面的一些壁面 进行一些勘探 勘测 那么结果是 有一些洞窟里面 的确是有被封堵的 一些洞窟 但是这些洞窟里面 可能说有埋藏 大量的一些金书 或者一些出土物的 这些可能性比较小 因为基本上有可能是 原来重新改造的过程中 被封堵的一些空洞窟 希望不是很大 但是还是有希望 好 我们也再次感谢 张老师带来的 精彩的讲述 谢谢张老师 我们今天讲到的是说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 敦煌木高窟 那我们回到原点 考古学视域下的 敦煌木高窟 它能看到什么呢 我们研究石窟的时候 我们和艺术家 和美术史家 和历史学家 他们是有不同的一个角度 和视野的 那么我们考古 我们有考古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方法 然后我们知道 考古学两大基础的 理论和方法 就是成位学 也叫继承学 还有一个就是类型学 我们怎么样用考古学的方法 来观察这个洞窟呢 我们到一个洞窟里面 去看的时候 它并不说这个时代 这个洞窟就是 只是这一个时代的东西 因为这个时代 早期开着了以后 它后期不断地有重修 那么不断地重修的话 就不断地会留下一些 新的晚期的一些遗迹现象 一个洞窟里面 有时候早期 绘制壁画以后 然后晚期的时候 有可能出现补绘 有可能会抹上一层泥 再重新再绘制一遍壁画 有时候洞窟里面 出现两层三层的壁画的情况 都是很常见的事情 所以我们经常说 墨高窟的这个壁画 我们说四万五千平方米 但是如果我们把重层壁画 算成那么整个墨高窟 壁画的这个面积 它可能是要翻倍的 通过我们观察 它的不同的这种叠压关系 我们可以判断出 不同的壁画 它的一个相对的年代早晚关系 还有一种是打破关系 石窟也是同样存在这种情况 比如说我们墨高窟第六十一窟 是五代时候 曹元宗修建的一个大窟 那么我们如果到六十一窟的时候 我们一进入雍道的时候 进门的时候 我们抬头往上看 就发现旁边有两个小洞窟 今天分别编号为 墨高窟第六十二窟 和墨高窟第六十三窟 这两个洞窟都是随代时候开招的 但是现在都只剩下半个了 全部都挂在半空中 因为曹元宗是当时的地方最高长官 他的功德窟在开招的时候 它是非常的大 所以他把原来随代开招的 这两个小窟就全部打破了 然后我们就只剩下半个在上面 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 这个 那么这个 完整的这个大窟 它是一个更晚的 那么早期被打破的 这个两个随代的洞窟 它年代是早期的洞窟 所以这样也是存在一个 相对年代早的关系 这个是我们判断 一个石窟的互相之间的 一些年代关系的 一些基本的一些遗迹现象 所以这些发现 其实对于我们今天 对于整个墨高窟石窟的开招 其实会有提供更多的线索 包括什么样的人 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用这样的方式开招这样的洞窟 给我们提供了更多想象的线索 有了这么多考古的发泄 下一步还有什么重要的工作要做 我们考古的一个重要的工作 就是对整个洞窟的 这各种一些遗迹现象 要进行一些细致的观察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洞窟 这是墨高窟220窟 这是初唐时期 唐太宗贞观16年 开造的一个洞窟了 我们看到它的窟顶部分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千佛 然后在那个角上面 还留存有一块壁画 这个表层壁画 是宋代重修的时候 又重新整个的抹离之后 重绘的壁画 那么底层是上个世纪 40年代的时候 把表层的宋代壁画剥去之后 然后留下了初唐的这个壁画 那么我们为什么知道它是初唐呢 因为在它的一个 正对着我们的这个地方 上面有一幅书法图 那么书法图的上面 有一个榜题 上面写的明确写的是 是贞观16年 那么这个贞观16年就是 公元642年 绘制的这个壁画 它这个洞窟里面 那么至少是有 宋代和初唐这两层了 它是不是只有这两层呢 也不是 那么我们再来看它的拥道 我们看到它的门的那个位置 我们今天到这个洞窟里面去看的时候 发现它的这个拥道 就是进门的那个通道 特别长 它原来的时候 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 它不是这样的 我们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 发现这个拥道表层壁画 就是宋代壁画 底层还有壁画 因为墨高窟的这些重层壁画非常多嘛 大家就报国家文物局 然后申请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实验 然后有条件的一些洞窟 保存比较好的一些洞窟 我们是不是可以 试着去剥取一些壁画 然后看看试验一下这个技术 所以我们1975年的时候 我们把拥道表层的宋代壁画 然后剥离之后 在这个拥道的前部 做了一个墙 然后把表层壁画又贴到 宋代壁画贴到前面的墙上面 宋代壁画原来的位置就暴露出来 下面有新的壁画 那么新的壁画 我们看到最右边的这张图 是它的拥道北壁 拥道北壁暴露出来的 我们叫做新样文书图 新样文书图是五代重修的壁画 它有一个明确的一个题记 题记上面写的是五代 后唐的铜光三年 925年的时候 重新绘制壁画 由当时东皇的一个著名的文人 叫做翟凤达 他和他的家族 这个供养 之后重新绘制壁画 然后在它的对面的这个拥道的南壁 我们看到有一个小壳 壳里面绘制的这些壁画 是中唐时期的 然后我们在它的壁画的下部 还可以看到也有一些供养人 这个供养人上面有大中年间的题记 也就是晚唐的题记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拥道 至少现在能够看到 除了宋代播掉的这层壁画 然后有中唐的 有晚唐的 还有五代的 我们还没有再继续播 底下应该还有最底层 还有和洞窟的最底层的 这个初唐的壁画应该还在底下 然后我们又再继续播取了 这个洞窟二宁窟 祖史的西壁的佛刊的底下 还有三个字 叫做宅家窟 那么我们就知道 这个是东皇的一个大家族 宅家 他的一个世代 一直在供养的一个洞窟 这个洞窟呢 从初唐时期修建以后 然后五代的时候 他们家族的这个五代的宅妇拿 然后对他进行重修的拥道 再以后宋代的这个重修 是不是他们家族的 也有可能是他们家族的 就是一直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面 一直在对这个洞窟进行重修和维护 我想我们从考古的角度 重新来看东皇莫高窟 似乎呢就可以得到一个 时代上的排列的顺序 那这次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整个北区和南区 能不能在时代上为它做一个排序呢 北区和南区可能也是同时 基本上是同时都存在的 我们看到这个中间的这一部分 主要是我们现在 墨高窟现存最早的 十六国北洋时期现存的洞窟 其中有三座 这是墨高窟 268 272 275窟 那么这三座洞窟 它选择的位置 在整个崖面上面是 整个墨高窟南区 最中间的 而且是二层的这个 因为这个我们看到 它至少有三层 但是它是在二层的一个黄金位置 从崖面的分布上面来说 它也是当时整个 墨高窟最中心 最黄金的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现在找到了 这个也是时代上面是最早的 那么再向它的 北洋的三窟 再往向两边延伸 从268再往南 我们看到有257 259 254 251 这些北位的洞窟 年代正好能够接起来 然后再往这边 稍微的有一个 凹陷 塌毁的一个地方 我们不去管它 然后再往北 我们看到有285 这些西位的 还有一些北周的一些洞窟 再向两侧 我们看到 大量的一些水带 和塘带的一些洞窟 也就是说 墨高窟的崖面 它的洞窟 它的分布是有规律的 是排列是有序的 最开始开凿的时候 它是选的是 当时崖面上面 最好的一个位置 然后逐渐向两边延展 整个崖面开凿完了之后 找不到位置的时候 然后它才开始插缝 去修建一些洞窟 然后甚至把前朝的洞窟 整个改造 对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张老师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解读 让我们从全新的角度 来认知了墨高窟 而墨高窟 在我们的眼前 徐徐地展开了一幅 活生生的历史画卷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 送给张老师 感谢您精彩的讲述 谢谢 谢谢张老师 谢谢 有请 敦煌墨高窟宛若一颗明珠 镶嵌在祖国的西北大地上 而这颗明珠所映照出来的光芒 跨越千年 敦煌墨高窟 见证了东西方贸易的繁荣 见证了西北地区民族 生动融合的景象 它更加向我们生动地描述了 中国古代社会的生活 在大漠之上 敦煌墨高窟留下了惊艳的身影 它像一座宝库召唤着我们 不断地钻研继续去挖掘 感谢六位学员的到来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考古公开课 我们再见 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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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唤